賽事已經進入了保持階段 劉志強就是小友的踢足全場的其中一個球員 其實在比賽之前兩隊都有一個共識 兩隊的領隊教練都有一個共識 這場的友誼賽是比每一個球員都可以有機會出場 無論時間長或短都無所謂 盡量做到每個人都能夠踢 連日普那方面就是大手不換 當然可以做到 香港隊…先把這個球打起來 起司機推一下…射球是6比0 香港隊的方面就是現在輸的6比0 其實他們一直換一下… 不知不覺整隊的球員都很… 好像你們說我那樣根本已經換完了 已經跟上半球員開球那段 根本完全是兩隊 但是下半場就是香港隊 在這個…這段的時間子裡面 就是膝蓋的真的太多了 好…交給禁區頂的起司機 拿回…壓著陸冠幫 再推橫…拿到盡一個角度 在一個網仔進入 這個球的角度很漂亮 事發沒得救或者有補救 當然已經成為事實了 也無謂爭論了 好… 好的… 而且確實在下半場 香港隊的一條防線 就打得很吃力 而且實在太多空蕩 而且是多的錯漏出來 6比0的戰果 那麼大的戰果 我想球迷也有多少意外 通常很多時候 在這個友誼賽裡面 都是收著收著 不會贏那麼多 但是相反 從這個戰果也都看到 這個利物浦全部球員都很認真 不會因為這場練習賽 算吧 表演賽贏兩球 算吧 收手吧 給你一點面子 絕對沒有這樣的情況 也可以說 對香港球迷有所交代 仍然以後未進重要攻 在右邊 看看卡拉查怎樣 又是送出禁區以外 看看夏文 夏文想說 浪尾這個隊友 浪不到 接著打得出來 又失敗了 在下半段 對香港隊 就真的自己的失忍太多 那波 當來香港隊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自己是踢失的 不是說 你不是保強人搶 你搶失的 好了 又看看這個 馬太利有什麼表現 上場對泰國的射球球 挺漂亮的 但是我才不進 今天接回出來 又沒有上一場 對泰國的那場那麼搶鏡 都是做一個異傳的角色多了 傳一傳 球證陳時機名敵 結果是比賽完結了 李物浦是六比零大勝 香港隊 張耀倫立馬 直接找著巴路士換了衣服 希斯基的衣服 跟誰換呢 原來陳豪文 快來和希斯基換這件的球衣服 作為球員 就打一些練習賽 打一些表演賽都換衣服 但你當年也換不少 我都不記得了 有些球迷都看過這場球 他們都是程序很高漲的 有幾個外症的頭迷就在牆裡面走來走去 那些保安人現在有盼望了 至於全場的統計可以看到 雙方的差距有多大 尼米浦全場射28次,有14次中 都有一半的名中率 而香港只有七射兩中 下來是湊熱鬧的朋友 終於被在床的保安人員帶來這個草地 其實他們都沒有惡意的 主要下來就是享受一番 其實今天在球場裡面的球迷都很滿意的了 當然了,六比零的戰果似乎是多了些 但我剛才說過 才顯示這個利物浦的認真態度 賽後其實也是有關重點 而且每一隊球隊都會有一個 全場表現最佳球員 當然了,奧運就成為全場的招貼了 無論他是不是最佳球員 最佳球員是最佳光燈射著他 奧運今天就算給面子 只剩下62公斤 賽後仍然成為攝影機捕捉的焦點 但是利物浦今場最佳球員 就是巴魯士 香港方面就是陳偉豪 其實陳偉豪今天表現不錯 但可惜下半場的半段當中 就是雙出的 金車有些抽筋 但是全場薄著 上半場抹奧運那段都抹好的 其實他令到奧運的活動力 已經減到最低了 賽後其實他第一時間 已經走到奧運那裡 跟奧運交換了球衣 他真的已經精醒目了 這個就是由投資吹公署 所舉辦的足球友宜賽的一個獎盃 頒獎嘉賓就是律政司司長梁愛思 其實董特首昨天的練球 他有出去拿了十號球衣 今天他怕球場太齊 所以他曾經回家看我們直播 由律政司司長來頒獎 獎盃交到每一個球員手上都是他 這些球員就有很多法國年輕球員 大家要留意的 利物浦今年就拿回很多這些球員 六比力的戰果 利物浦大勝香港隊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後會有期 拜拜 謝謝 謝謝